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讲及 我相信没有人没试过一些普通的伤风 不是感冒 只是伤风 一般伤风的情况之下 他自己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会痊愈 但大部分的人都会痊愈快痊愈 可能在坊间、药房、超市里买些药去吃 希望可以快痊愈 但一般这些我们都知道 这些化学药物 不但表面可以帮到你的伤风 但其实是无形中破坏了你身体的免疫能力 久而久之的时候 身体的免疫能力就越来越弱了 所以希望袁医生今天帮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些同类疗剂 虽然伤风 你不管它都会痊愈 过一段时间会痊愈 但如果可以适当地运用到这些同类疗剂 由不伤身体之余 又可以痊愈快一点 我们就可以多些时间享受一下我们的人生 所以想袁医生 不如帮我们介绍一下 有什么疗剂我们可以适合用 在坊间很多人都听过一种说法 如果有伤风你去医生大概七天左右 你不医生大概一个星期 大家都听过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药物 西药方面 市面上药物是可以医伤风的 是没有的 通常那些药物企图抑制病征 对修、鼻水 是 等你如果有小烧 或是没有进入病发症出来 就令你收下鼻水会舒服一些 鼻孔没有太阻塞 但这些西成药 即使自己买到 都有很多副作用 是很混亂的 所以我吃这些药物是不能駕车的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駕车的 也是看见了这些问题 因为其实是没有 即是在现时 没有任何的西药可以医到伤风 大家都知道 没有任何的西药可以医到感冒 包括现时的全世界都拍了癫的 所谓冠状流感 我知那一般的伤风 有一种病毒的感染 很多种病毒 一般叫Adenovirus 腺状病毒 亦都包括冠状病毒 都是一种伤风的病毒之一 这些病毒感染到鼻孔 喉咙 甚至肺 这些都是导致的问题 一般的症状会觉得喉咙通 鼻湿湿 早期有很多流鼻水 鼻水慢慢会变稠 开始有些颜色 变成黄或者变成绿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低消 或者是头痛 慢慢地就开始出现咳咳 或者肝咳 或者有痰咳 慢慢地把伤风次进入咳咳 事后的咳咳可以继续电梯来到签 所以能够好好的及时处理它是非常有用的 大家不要以为双方没有药医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双方是没有塞药医的 但不是没有其他的工具可以医它 当然双方有时候间中都会出现细菌感染 甚至出现鼻竇炎或者耳朵发炎 严重点去到肢气管炎可能间中都会出现肺炎 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任何药物 西药可以医到病毒性的伤风 但很多时候医生都会给你一些抗生素 虽然明知伤风不是细菌引起的 抗生素对那些是没什么帮助 但它也等着有机会你可能有超感染 可能你的身体双了 细菌乘虚而入 出现细菌性的感染 导致其他的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西医方面 除了给你生个鼻水 或者通鼻水那些发痰的药 它很多时候都加上抗生素给你 但我觉得是不需要的 我们有更加好的 有成二百多十年历史的同外疗法 是可以帮你处理这些问题很快的 好了 当时我们遇到这些情况 当然第一要望文文切 自己都看看 到底那个情况怎么样 喉咙有没有红 看那个吊钟有没有肿 看看那个有没有扁涂腺肿脏 或者在扁涂腺肿有没有有些农 js 这样如果有 runs和出汽水 注意看颜色是否 righteousness 或者有颜色 或者有些颜色 或者你感别人吐他的硂 20癌痰整体是如何上大 颜色 还可以看看 tar portfolio 看出表面是否增加赤色 上大 helicopters 或者有其它变色 ETHO 里面是否影響电一形 看看有没有发烧 如果检察下項部 啊 附近的颈部有没有淋巴种状 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当时去检查一下 一般来说,如果一般性的伤风是最初24小时 有少少烧 24小时期,我们会用Econic,乌头,Belladonna, 丁茄和Ferrin Phosphoricum 这几个是有少少烧的 有少少烧的就是这几个 乌头,Econic,Belladonna和Ferrin Phosphoricum 这个是第一线 如果那个症状,看上去就像丁茄 丁茄知道是很红的,种的,温度比较高 那你会觉得可能是丁茄,但用了之后都好像不帮助 那退而就用Ferrin Phosphoricum Ferrin Phosphoricum是比较一般性用得到的 所以一般的烧不是特别高 或者症状不是特别很明显 那我们都会用Ferrin Phosphoricum 另外一个疗剂就是当你发现鼻水 鼻涕是流得很厉害的 好像水喉这样流 这就是眼睛和鼻水,眼水鼻水一样 这个疗剂是什么呢? 就是洋葱 大家知道了,剥洋葱 剥洋葱的时候很多时候眼水鼻水流出来 即是流得很多的,好像水滴出来 这个疗剂就是洋葱 如果你发现那个疗风得离 鼻歌或者鼻豆方面 都开始有种种脏痛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疗剂就可以考虑 就是Caribicromicum 即是重落酸甲 通常这个重落酸甲的阵营 它的鼻液通常是很稠的 可能黄黄绿绿 还有是成条状的 有时拔得很长才会断的 跟洋葱不同,洋葱是水滴滴的 还有鼻水流出来 会变得鼻子轰轰的 这个就是洋葱的症形 好了,如果那个疗风 是因为平时很辛苦做事 就是熬夜、熬天光、喝咖啡 很辛苦搞出的病 而那个病人本身是很敏诊 很没耐性很敏诊 这个你想想就是马前子 就是奥米格 好了,如果那个症状开始 不是早期了 是慢慢慢慢变了 即是变了是尾期 接近后期的症状 通常那个鼻液由水泡泡 可以变到稠一点 可能黄一点 开始有黄黄绿绿的情况 而那病人觉得鼻筛蚀 很不舒服 即是有少少哭泥 好像很不安 但又很可怜 这个是什么? 是白头翁 Pulsatela 白头翁的症状 白头翁当然也是这个鼻筛蚀 就是想去打开窗口 会舒服一点 如果那个阵营出现一个人 当然他的鼻歌是流鼻水 眼水鼻水,但是很刺激的 而且那个病人很怕冻 当时特别怕冻,很不安 很焦虑,很黏身 好像看着他,陪着他 这种这样的,还有你看到的鼻水 鼻水也是很刺激的 这种是新型的 是新型的症状 但是这个病人是很有趣的 有怕冬有怕热的 他说冬冬冬,你蓋皮,一蓋皮 没几乎热,又说冬冬 没有几乎热,又说冬冬 而且他流出来的鼻液 是黄黄绿绿的鼻涕 而且又开始有口气 甚至乎流口水 有气味的流口水 这种是拱,即是水银型 这几个基本上是常用的疗剂 通常在当外疗化的疗剂 我们的经验 很大机会,如果疗剂用得好 是可以这样说 是可以将病情 减到一天半天就好了 甚至乎几个小时 已经差不多没了事 是 不用咬咬咬咬咬 咬咬成一个星期 是 嗯 除了疗剂之外 其实在自然医疗方面 对于一般性的普通感冒 有没有什么可以处理的方法呢 其实在一般的健康电 包括我们陆商的健康电 那时候不要喝牛奶类的食物 不要吃那些小蜜 或者香蕉 或者蜜片这类 因为这些是比较野谈的 尤其是牛鱼类是比较野谈的 牛鱼类 好了,接着就简单些 就是维他命C 很多人认识 500mg每两个钟头 这样吃 吃到3000mg都可以了 尤其是早期可以帮助的 还有一个就是 Echinacea 紫椎花 和甘蔭槽 这个很多的 可能是腿状 丁剂都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很多人都 大部分健康电 都会有这些很简单的工具 那胡萝卜素 5万个IU 即是国际单位 升 升也是对我们免疫 尤其现在的冠状病毒 在外国很多医生说 其实很简单很容易的 它都是用什么呢 用一个很简单的 六十多年的西药 叫做Hydroxychloroquil 加上升 它两天就完成了 这些冠状病人很容易 所以不用弄到这么大陈上 又要封城 好了 所以有些人就有那些猴糖 那些猴糖 有升的猴糖都会用 还有一个蒜 你可以自己做蒜来吃 我们在我们的网台 以前都教过你 如何做洋葱水 以及做大蒜粒 自己可以听到 去用这个方法 但是也有些人 就清洗一下鼻子 用一些盐水 清洗一下 尤其有些鼻塞的情况 可以用这些方法 当然了 我们认识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病人都知道 有些人用一些伤水滴在耳朵 就是你觉得作伤风 第一件事伤水滴在耳朵 这个在早期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很多医生建议用这个简单的方法 还有就是架成银 是吧 这些很简单的工具 大家都很容易避免在家里 需要的时候可以应用 是的 袁医生可以帮我们 将每一只疗剂的特性 再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让大家真的遇到这些普通伤风的时候 都可以很快就跟着疗剂的特性 而找到对自己的疗剂 可以立刻就好 是的 其实同一个疗剂 跟其他医疗有些不同 就是每一个疗剂都有不同的疗剂 即是同病意志 中医生是同病意志 在同一个疗剂尤其是 所以要看病的阵型 处境和阵型 才可以辨证论治 找到对的疗剂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疗剂的疗剂 第一个疗剂就是 Aconi 烏头 烏头 第一期初期 因为受寒 冻一冻 诗不诗 接着症状突然之间出现 来得很快 甚至乎有些烧 对的疗剂 導致病人有些惊悶 有些不安 对的疗剂 突然之间有疗剂 牛郎痛得很厉害 又烧起来 这个是烏头第一时候的症状 好了 第二个就是洋葱 大家知道洋葱的症状是如何 流鼻水流得很厉害 鼻水流得很厉害 鼻水有些轻轻烈烈的 眼水也流鼻水 但眼水就不是那么流鼻水 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洋葱 水汪汪流得很厉害 好了 接着就是新 Acenicum Album Acenicum Album 都是流鼻水的 但它又流出的 流出的症状是流鼻水的 烧热那种 灼热那种感觉 那些水虽然是稀的流 但也有时候 它又流下又失下 它也非常不安 而且很怕冰 它就会觉得口渴 但口渴得来 它喝水是稀淡稀淡的 不是大口喝的 好了 接着就是Beladonna 就是甸茄了 甸茄也是早期的 早期的情况 都是由因为 突然之间受到寒 通常突然之间 面就红了 头部就会很长 发烧也很高 有个夜晚黑 特别高的 同时 你要看到喉咙是很红的 是很痛的 还有 倾向痛 就是痛在右边 喉咙的右边痛 比较多些 还有 发烧 通常高于103度 好 但是 虽然有时高烧 甚至很可能 在行为方面 是很正常的 即是它好像没有什么事 不是说 躲在那里不动 都是可能照玩的 虽然是稍微高的 但是也有机会 它发烧 的时候 它人就温温淡淡淡 神昏淡雨 好了 在比较多奈尼有个典型的症状 它的眼睛 你看到它的眼睛 是好像亮晶晶的 我可以叫Glassy eye 好像玻璃珠 亮的 皮肤都是又热 又干的 当时 比较多奈尼的症状 都是怕光 怕声音 怕动它 怕撞它 床上 通常下午3点会比较差 要它考虑 它会要求喝酸一点的东西 柠檬水 柠檬汁 这样的 好了 接着就是Ferrin phosphoricum 就是铃酸铁 铃酸铁 铃酸铁都是早期用的 通常都是早期用的时候 可能早期你觉得它有些病 但又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有一点烧 但它又好像嘻嘻嘻嘻 玩笑玩笑 你摸一下它 它的面都很红 很红红的 尤其是 那个面珠那里 可能是有一圈一圈的红 有点满陈 但很多时候 一般的情况 它的喉咙红 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 当然有点微笑 这种情况之后 就可以考虑 Ferrin phosphoric 就是铃酸铁 好了 接着就是Calybicromicum Calybicromicum Calybicromicum 这个疗剂 我跟大家说过 中文叫重乐酸甲 重乐酸甲 Protestium bicromicum 通常这个症状就是 它那些分泌 鼻涕是很稠的 甚至乎是 调状是不多容易断的 如果鼻涕出现的时候 都是有比较黄黄黄黄的 它开始有些鼻痘的 鼻痘脏的那些 冲血症状 鼻痘方面有些 有些脏脏不息 而且 发现鼻肛 开始有些鼻液倒流 这些倒流 就不是好像滴水那样倒流 好像这样吊着吊着 不多断 不多断 这种情况 其实 就开始有鼻痘炎 很多时候 有普通的症状 慢慢变成鼻痘炎 而且 有些时候 它觉得身体不舒服 或者痛 或者由走性的痛 走来走去 或者痛是一点的 可能会告诉你 鼻痘这一点是很痛 或者压头那一点是很痛 这个就是 Carrie bicromicum的症状 好 接着另外一种 就是拱 Carrie bicromicum的症状 Carrie bicromicum的症状 都开始 严重一点 黄绿的鼻涕 口鼻液 口鼻液 有流口水 还有口气重 还有 尼胎 都是很厚厚的尼胎 还有 它好像水银 好像 量气温 量的温度 又怕冷又怕热 有时它觉得 口鼻液 口鼻液 病人会说 有一种 金属的味道 接着就是 Nedmur Nature muriaticum 就是盐 盐 盐的症状 流出来的症状 就是 有少少 有少少 稠稠的 但好像蛋白那种 或者它流鼻水 流流流很多日 接着鼻液就失了 又流下 又失 又干又湿 很多时候 这些 黄绿的人 很容易 在伤风的时候 爆出唇疯 可能 初期唇疯 口唇很干 有爆裂 尤其是在下唇的中间 有一种裂痕 如果有头痛 通常它就会说 前压有头痛 OK 早期的伤风 都是由打一次开始 打一次开始 最差的时间 都是11点钟 午间的大概 10点钟 到11点钟 那段时间比较差 盐液的人 是喜欢吃浓味的 平时也喜欢吃浓味的 好了 接着就是Nux Vomicon 马前子 马前子通常都是做事辛苦 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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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来到咖啡 顶着顶着顶着 这样就病倒了 通常 这个 马前子的人 就是鼻塞塞 常常要索鼻 还有症状 他就不喜欢户外的 就是留在室外好些 这样的 人又病的时候 就很紧疹 没有耐性 但是不忙工作 平时的人都比较上要认得 我们叫做典型的A型的人 很多时候他们做生意很厉害的 就是很紧张的 但是怕风 怕冷气风吹 平时喜欢吃完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好味的东西 还有吃那些辣东西 就是那些香味重的肉类 平时都是喜欢喝酒 好了 最后一种就是白头翁 Pulsatela Win Flower 白头翁通常是用在 雙风的 外面那段时间 我叫做Ripe Co 就是熟了 就是由雙风 由早期慢慢去成熟期 通常这样的症状 就是鼻体会开始稠了一点 通常都是不疼的 黄黄绿绿的鼻体 但是不疼的 那患者 如果有室外育 通常很疼 你要冷冷冻 又有酒 没有来喝水 但是呢 通常也是要陪住他 就是别一个人 在山下 那么 通常呢 如果你觉得他病的时候 有机会出去走走 他就会舒服了 但是鼻子又失 失到有时候 聞到风 那日间 有时候早上就会有些痰疾 但到晚上就会变成肝疾 怕焗的环境,怕吃肥腻的东西 但虽然他平时都很喜欢吃牛油,吃冰淇淋 吃Pita Butter等类似的 他平时的喜好都会是这样的 好了,这个就跟大家介绍了 有这么多疗疗疗在这里,有多少疗疗疗疗 十疗疗疗疗 如果你掌握十疗疗疗疗 сообще的疗疗疗疗 就不用怕任何的伤疗 不要你就只先不怕解释 没错,没错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就是一般普通的伤疗疗疗疗 真的很容易会经历到 尤其是现在病 Eliza COVID-19 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有疗疗疗在手上 可能就是出现一些一些不会意味 一些小小的症状的时候 你及早去学正医 及早就有疗疗疗 不用来找袁医生 可能就是说三两天已经痊愈了 刚才开场的时候说过 你不医他就大概七天 你去西医医他用那些化学药物 就一个星期 但是如果你用得对的疗剂 相信两三天就已经痊愈了 大家就不需要那么担心 会不会有被人当了你是新冠病毒 或者是你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用了西城药去处理这些普通的伤风的时候 就慢慢地将你的免系统交叉了 甚至乎在你弱的时候 而那些病毒性那些都会袭击你的时候 西医如果用得抗生素的 我们也有那个胶性银 有天然的抗生素 完全是可以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可以帮到大家的 问题在就是要及早医治 你有工具在手上 就立刻可以医治到 所以家居常给一个 那些同理疗法的套装 就一定是大家可以很安心地 去度过我们的每一日的美好的生活 今天的原医生和我们分享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做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有关的产品 同类疗症套装方面 可以联络我们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麻烦你了,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拜拜